从成尼斯的一举一动 看不出他是否知晓普利吉的态度 以及他们两人的关系都起了微妙的变化 他正靠在硬木长椅上 两脚大啦啦的伸开 你看这个总督有什么古怪啊 普利吉耸耸肩 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认为他并没有什么特异的精神力量 倘若他真是第二基地的成员 也只是个非常差劲的角色 你知道吗 我认为他根本不是 我也不确定该如何解释 假设你是第二基地分子 你又会怎么做呢 成尼斯显得越来越深思熟虑 假如你知道 我们来此地的目的 你会如何对付我们呢 当然是回转 跟罗的做法一样 成尼斯猛然地抬起头来 假使他们已经令我们回转了 我们察觉得到吗 我很怀疑 或许他们只是一群非常聪明的心理学家 却没有任何异能 如果是那样 我想 他们会尽快杀掉我们的 而我们的星剑呢 不对 成尼斯摇了摇十指 不理解 老前辈 对方正在对我们 故弄玄虚 这只有可能是故弄玄虚 纵使他们精通情感控制 我们 你和我 却只是打头阵的小族 他们真正的敌人 是罗 因此 他们和我们俩一样 小心谨慎 我相信 他们已经知道 我俩的身份了 普里吉冷冷地瞪着对方 那你打算 怎么办 等 他迅速地吐出了这个字 让他们来找我们 他们投鼠忌器 也许是害怕上头的星剑 但也有可能是顾纪罗 他们先派那名总督来唬人 可是并没有成功 我们仍将按兵不动 他们下次派来的人 一定是真正的第二基地分子 而他会主动和我们谈判 然后呢 然后 我们就达成协议 我可不敢 搞同 因为你认为这么做 会出卖罗 不会的 错 无论你多么精明 罗 都有办法 对付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行情 但我 仍然不敢 搞同 因为你认为我们 无法智取第二基地 或许吧 不过 并不是这个原因 成尘尼斯的目光下移 盯着对方手中的武器 然后捧着脸说 你是说 这玩意儿 才是真正的原因 普利吉挥了挥手中的合冲 没错 你被捕了 为什么 因为你 背叛了联盟第一公民 撑你死紧紧地抿着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了 你叛变 而我有责任 制止这种行为 你的证据呢 你有什么佐证 或假设吗 或者只是做白日梦 你疯了吗 我没疯 可是你呢 你以为罗会平白无故 就派你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执行一个可笑的 充门灭的任务吗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但我不该浪费时间 怀疑自己的判断 他为什么会派你来 因为你笑容可居 穿着得体吗 因为你才二十八岁吗 或许因为他信得过我 难道你不是在找合理的解释吗 或许反而是因为 他信不过你 如今看来 这个解释也极为合理 我们是在较量自相矛盾的程度吗 或者是在比赛 谁能把一件事说得最啰嗦 不理解 渐渐逼近 何冲则比他更早一步 他挺立在年轻人的面前 喝道 站起来 撑你死 不慌不忙地 依言照做 他感到冲口 挨到了自己的腰带 但胃部的肌肉 并没有开始抽搐 不理解释 不理解释说 罗 一心一意地 要找出第二基地 可是他失败了 而我 也始终未能成功 我们两人都无法解开的秘密 他一定隐藏得极好 所以 最后 只剩下一个可能性 找一个已经知道 那个秘密地点的人 来领导另一次的 探索行动 就是我吗 显然 正是 当然 起初我并不知道 不过 我的心智虽然减缓 方向却仍然正确 我们多么容易地 就发现了群星的尽头 你从透镜的无数可能中 一下子就找到正确的相场 这简直是奇迹 接下来 又是多么的幸运 我们观测的 正好就是正确的观测点 你这个大笨蛋 难道你就如此的低估我 以为我会对你接二连三 不可思议的好运 完全地视若无睹吗 你的意思是 我太成功了 你若不是叛徒 连一半的成功都不可能 因为你 对我的期望 太低了吧 何冲又向前戳了一下 然而 成尼斯所面对的那张脸孔 只有森冷的目光 暴露出逐渐升高的愤怒 因为你 被第二基地 收买了 收买 拿出证据来 也可能是你的心灵 受到影响 罗竟然会不知道吗 真是荒谬 罗当然早就知道 你这个小笨蛋 我要说的正是这一点 罗当然早就知道 否则 你以为罗 为什么要拨给你搜星剑 如今 你果然带领我们 来到了第二基地 让我 抽丝剥茧 为你分析一下 我能不能请问你 我为什么 理所当然 该这样做呢 假使我是一名叛徒 我为什么 该带你来第二基地呢 为什么不在银河中 乱闯一通 然后像你以前一样的 无功而返呢 你是为了这艘星剑 因为第二基地的人 显然急需 核能武器自卫 你需要想个 更好的理由 一艘星剑 对它们毫无用处 假如他们认为 能从中学到 先进的科技 而明年就能建造 核能发电厂 那么这些第二基地的 科技分子 头脑实在 非常非常的简单 恕我直言 你自己的头脑 就是这么的简单 你会有机会 像罗当面解释的 我们要回卡尔根去了吗 正好相反 我们将留在这里 差不多十五分钟之后 罗就会跟我们会合 你这个自虚聪明绝顶的小子 你以为他没有跟踪我们吗 你这个幼儿 刚好反过来了 你并未引出我们的猎物 却引导我们 来到了猎物的巢穴 那我可以 坐下来吗 用图解法 为你解释一件事 拜托 你给我乖乖的站好 好吧 好吧 我站着说 也一样 你认为罗 一直在跟踪我们 就是因为通讯线线路中 有个超波中继器吗 合冲 仿佛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不过 承尼斯不敢肯定 他继续说 你看来 并不惊讶 可是 我不想浪费时间 怀疑你是不是装的 没错 我知道这件事 现在 我已经向你证明 我知道一些 你以为我不知道的事 接下来 我要告诉你的 是你并不知道 而我也确定 你不知道的一件事 承你死 你的开场白 实在太长了 我以为你捏造谎言的效率 应该很高 我没有捏造任何事 叛徒 当然存在 称之为敌方的特工 也可以 然而 罗 是透过一个迂回的管道 知晓这件事的 你可知道 他手下的某些回转者 似乎被人 动了手脚 合冲这回 的确晃了一下 绝对 不理解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这 就是他需要我的 真正的原因 因为我并不是回转者 难道 他没有向你强调过 他需要一名 非回转者吗 他到底有没有告诉你 这个真正的理由呢 承你死 试试别的谎言吧 假使我对罗 起了一心 自己一定会察觉的 不理解 赶紧悄悄地 审视自己的心灵 感觉完全一样 根本没有变化 显然是那个人在说谎 你是指 你仍旧感到对罗 忠心耿耿 也许 也许吧 因为忠心 并没有受到干扰 罗说过 那太容易被发现了 可是你精神上的感觉如何呢 是不是 迟钝了 这趟旅程 从开始到现在 你是否始终觉得很正常 或者偶尔会有奇怪的感觉 好像不能完全控制自己 你想干什么 想拿冲口 在我的肚子上 硬生生地戳个洞吗 普利吉将合冲 抽回了半寸 你到底 想要说什么 我想说 你已经被干扰了 我说你 已经受到了控制 你没有看到 罗将超波中继器 安装在舰上 你没有看到 任何人在做这件事 我猜 你只是突然发现 它在那里 和我一样 是无意中发现 你却马上假设 那是罗安制的 而从那时候起 你就一直假设 罗在跟踪我们 当然 你手腕上戴的通讯器 可以用特殊波长 瞒着我和星剑联络 你以为 我都蒙在鼓里吗 它越说越快 越说越愤慨 原先装出的冷漠 早已被凶恶 取而代之 可是 一路跟踪我们的人 并不是罗 根本不是他 不是罗 那是什么人 你认为 是什么人呢 在我们升空的当天 我就发现了 那个超波中计器 可是 我并没有想到 罗的身上 这种事 他没有理由 那么迂回 你看不出 那是个荒谬的推论吗 假使我是叛徒 而他也知道了 他可以轻而易举的 令我回转 让我变得像你一样 然后 他就能从我心中 打探出第二基地的秘密位置 没有必要把我送到 银河的另一端 你自己 能够对罗 隐藏任何的秘密吗 反之 假如我根本不知道 我就无法带他到那里去 所以不论怎么说 他都不该派我出来 显然 超波中计器 一定是 第二基地的特务 放置的 因此 不难推测 到底是谁在跟踪我们 如果你那珍贵的脑袋 没有受到干扰 又怎么可能上这个当呢 你会有这种 大于弱智的想法 这算哪门子正常 我会把一艘星舰 带给第二基地 他们要星舰做什么 不理解 他们真正想要的 是你 除了罗以外 你是最了解联盟内情的人 罗对他们来说是危险人物 而你却不是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在我的心中注入探索的方向 当然 假使我光用透镜 漫无目标的摸索 是万万不可能找到的心得的 这点我心知肚明 但我也知道是第二基地在图谋我们 知道是他们在操纵这一切 所以何不将计就计呢 这是个尔虞我诈的心理战 他们想逮住我们 而我们想知道他们的大本营 谁能够唬住对方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可是如果你 一直拿何冲指着我 我们可就输定了 你这么做 显然是身不由己 是受到他们的操控 不理解 把何冲 给我 我知道你觉得不该这么做 可是这个念头 不是你自己的 而是第二基地 注入你心中的 Pleji 把何冲给我 让我们同心协力 面对即将来临的 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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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让你 你不许